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节目由六种乳酸菌发酵的小样小乳酸冠名播出 我是小样 梦想就该这样 我是主持人甜心 好 节目开始赶快来进入承载着梦想力量的小样小乳酸航海日志 东南卫视号经历了五个多月艰苦卓绝的航行之后 在土耳其结束了它此次扬帆走海次的海上航行部分 并且停留在土耳其做大规模的修整 而对于终于结束海上航行的船长翟莫来说 此次航行给予它的是怎样一种不同的体验呢 这个终于账擾电脑се之类是长 valeur的 态度的颈 hostage 正负确认 快来 wrong 突然凌尽 或 Beta 当不能强乓 通顾 这个紧 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喝酒 东南卫视号的海上航行结束了 而我们的航海日志 仍将继续带你一起来回复 东南卫视号在海子路上的光荣与梦想 好 下面让我们暂别对东南卫视号的关注 继续我们此次航行的终点站 意大利的行程 说到意大利 可能很多人会想到一个人的名字 没错 就是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呢 出生在13世纪的一个意大利的商人家庭 17岁的时候 他就跟随父亲和叔叔 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了东方 1275年的时候 他到达中国 在中国他不但迅速地融入当地的生活 而且还当上了元朝的官员呢 那么到了1292年的时候 他就借着护送元朝公主到波斯成婚之际 踏上了扶船 在海上整整航行了三年之久 才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 意大利的威尼斯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从这儿开始吧 有人说上帝把眼泪都流在了这里 但是却造就了一个漂浮在水面上面的梦幻城市 这里因水而生 因水而美 因水而新 没错 这里就是威尼斯 这里是马可波罗的故乡 这里曾经发生了我们所熟知的 威尼斯商人的故事 那么今天在这里 我们又会发现哪些惊喜和故事呢 跟我一起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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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 这里是杨帆走海思 本节目由六种乳酸菌发酵的小样小乳酸冠名播出 我是小样 梦想就该这样 本节目由国家弟弟标志保护白酒品牌 斯特东方韵亲情呈现 杨帆走海思 环球航海游流汗和盐点的盐点栏目 指定合作 今天演播听我们请来的是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意大利语部的主任 金金老师 大家好 欢迎金金老师 刚才在片子当中我们带各位观众一起走访了 马可波罗的故居 其实当时当我走在这个马可波罗故居庭院的时候 我似乎感受到了就是中国和意大利这两大文明古国千年以来的这种联系 那除了马可波罗之外 还有哪一些人物其实是和中国密切相关的呢 那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利马豆 大家可能对利马豆也很熟悉一些 对对 实际上利马豆呢 他是一个就是西学东建的第一个人 是第一个把天主教带到中国的传教士 同时也是一个学者 那么我们说实际上利马豆在他短短的58岁的这个生涯里面 他把他最后的26年都留给了中国 他也是最后在1610年的时候是就是去是在北京去世的 当时的皇帝呢 就是就是特许给第一个洋人就允许在中国进行葬在这里 对可见他的这个贡献 为什么说利马豆对中国这么重要呢 实际上也是因为利马豆本人呢 他非常注重跟东方文化这样一个交流 他首先自己是非常刻苦的学习了中文 然后熟练的掌握了中文 然后研究了大量中国的这个书籍 翻译了很多中国的古迹 然后比如把咱们的次书翻译成了拉丁文 同时呢他跟咱们中国的徐光琪 把这个西方的这个叫几何原本这个书 从拉丁文翻到了中文 那么这本书也是最重要的一本数学著作 到现在咱们用的很多词汇像直角锐角 这都是从这本书来的 所以其实这样可以总结下来 就是这个利马豆是一个很善于 就是迅速融入当地生活 而且很懂得变通 同时又特别勤奋好学的人 就是开玩笑了 其实这意大利和中国都是同为文明古国 那通过丝绸之路 两国有了更多的这个联系 那既然叫丝绸之路 就是因为我们通过这个海上丝绸之路 将大量的这个丝绸运送到了意大利 乃至欧洲的各国 那到底丝绸是怎样一种 具有魔力的纺织品 会让这么多人愿意为它远渡重养 意大利历来是引领世界设计风上的灵感之地 全球半数以上的著名时装品牌都出自米兰 在新瑞设计师Angelo的工作室 我们零距离地感受到了 时装王国的光线燕利 而浓烈的中国风 更让我们觉得亲切和惊喜 我刚才有了 我都在想到中国的东西 我最爱的中国品牌 在那时装运动 在1998 我最爱的那时装长的 因为那时装饿了 我从那里面有興趣的 从来开始找到 了一种中国的中国人 安杰罗·科鲁奇亚尼出生于文艺复兴三节之一拉费尔的故乡乌比诺 自幼热爱艺术和时尚 最初是一位职业模特 入行四年后 华丽转身成为时装设计师 很快便展露头角 他曾经为三十多个意大利设计品牌工作 如今更是创办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服装品牌 而对东方的向往也源于大家所熟悉的一个名字 马可波罗 为我们 马可波罗 是一个时刻的时刻 我们发现当我们学校的孩子 是一个第一个派人来到中国 在中国的建文和丰富的文化 给了安杰罗很多创意灵感 在他的设计中 特别青烂用丝绸作为服装面料 我从当开始装计工作 当我开始装计的伊朗 我当我开始装计工程 我设计的精彩 我设计的精彩 我设计划在做什么 我设计的精彩 我设计的精彩 而帶他們到我身邊的世界上,那是歐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Questo tessuto era bellissimo perché ero in una fabbrica e nell'ufficio c'erano dei cuscini con questo tessuto e io ho chiesto dove si poteva comprare quel tessuto e loro dicevano che non si poteva comprare perché era un tessuto vecchio quando poi alla fin fin abbiamo trovato tessuto e hanno visto i pantaloni allora si era diventa un tessuto special e stupendo 如今这些珍贵精美的絲绸已经成为高级时装面料 被世界最顶尖的奢侈品牌订购 交往米兰巴黎伦敦还有大洋彼岸的纽约 化身为无数华美的丝巾和礼服 闪耀在万众瞩目的梯牌秀场和社交空间 古典与时尚在思光中交融 东西方的文化沉淀也穿越时空在细密柔情中晕染 安杰罗一直认为 丝绸是一座桥梁连接着中国和意大利 它曾经作为文化交流的信使 贯通了路上和海上的两条贸易通道 而未来它还会承载着人们对美的向往 成为共同的情感珍藏 欢迎回到小样小乳酸冠名播出的杨帆早海思 本节目由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白球品牌 四周东方令轻情呈现杨帆早海思环球航海 由尤和颜点的颜点口口指定合作 我们都说丝绸之路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称呼 也叫做陶瓷之路 因为当时正是通过海上通道 将中国的陶瓷运送到了意大利 甚至欧洲的各国 那我很想问问金莹老师 这个陶瓷出道 这个意大利的时候 对当地的人们 当时的人们到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他们是从什么样态度 看到这个中国陶瓷的 他们都被惊呆了 然后为什么这么说呢 比如说像马可波罗的记载 他说陶瓷是当时在欧洲 高层贵族可以享用的一种白色金子 就可见它是多么的昂贵 当时可能每次只有少量的陶瓷 被运到意大利的时候 即便就是少量 会被当时的王室或者贵族 迅速的就是都给抢购 他们拿到家里以后呢 摆在家里头作为一种 他们财富和权势的这样一种炫耀 也是一种等级的象征 那其实呢 这个丝瓷之路从来都是 这个物产交流交换的一个通道 我们中国的陶瓷丝绸 通过海上丝瓷之路 运送到了意大利和欧洲 那同样意大利是不是也有些物产 是通过这个丝瓷之路 运送到中国来的呢 对像他们的一些金银珠宝首饰 还有他们的香料 然后包括他们的最有名的呢 就是他们的玻璃制品 说到这个玻璃制品 大家应该会有印象 就是唐朝王翰那首诗 梁州子里的一句 葡萄美酒夜光碑 已经都很有印象 里面说到这个夜光碑的质地呢 有很多种讨论 有些说法说它是琥珀做成的 有些说法是梅玉 但其实还有一种说法 说它是来自于意大利的玻璃做成的 那说到这个意大利的玻璃 它主要的产地呢 就是距离这个威尼斯岛 大概是20分钟传承的一个玻璃岛 下面就带各位去这个美丽的玻璃岛 看一看吧 出到威尼斯便听说 威尼斯有著名的三宝 那究竟是哪三宝呢 就请跟随主持人甜心的脚步 一起去揭开他们的神秘面纱吧 海上最后之路自古以来 就是物产交汇的通道 那么在古罗马时期 也有一个物品 它是从西方运到东方 来到了中国 这就是玻璃 那现在我所在的地方 就是距离威尼斯岛大约20分钟传承的 玻璃岛 穆拉诺岛 漫步在穆拉诺岛上 美丽的玻璃制品随处可见 13世纪 这里的玻璃制品 不仅是欧洲人 建议彰显其品味的工艺品 也是威尼斯与东方贸易中 最贵重的输出产品 那如今呢 人们会把玻璃制作成 各种生活用品 以及一些美丽的艺术品 那到底一个玻璃制品 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想不想体验一下 今天带各位来到玻璃岛 一家最大的玻璃制造工厂 就是这家了 带各位一起来看看 玻璃器皿的整个制作过程 玻璃自诞生之日起 就与人类生活密予可分 在没有普及之前的 一千多年内 都是一件昂贵的奢侈品 12世纪 当时的政府 为了垄断玻璃制造技术 把玻璃艺人 集中在于 温尼斯隔海相望的 穆拉诺岛上 到16世纪以后 开始有玻璃工匠 逃离海岛 分散到欧洲各地 玻璃制造技术 也逐渐传播开来 这位就是我的老师了 因为你知道吗 现在这个火炉里面 温度有1400度 真的是非常的热 我坐在这里 都感觉热浪 是阵阵袭来的 这是我第一次吹 我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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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败 你知道吗 我刚才可能缺太大力气了 我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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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再试一次行不行 这段可不可以 插掉不要拨呢 你必须要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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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知道 你必须要吹 OK 因为我现在好紧张 不要吹 再试一次 再试一次 就是我这次要吹的气长 应该有力的 一 二 四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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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很棒 好 啊啊啊啊啊啊啊 这个是一个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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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古罗马的时候有一种说法 就是当时是从古希腊传过来的这个葡萄酒 希腊人酱葡萄酒时候会加不少的酒 然后他们说后来只有经过意大利人和罗马人 人类才能够喝到不掺水的葡萄酒 说到这个古罗马还得特别感谢古罗马的战士 因为听说他们的 说到这个葡萄酒店里面有点兴趣的葡萄酒 说到这个葡萄酒里面有点兴趣的葡萄酒